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早晨 今天我坐在我身边的位置,叫林志豪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校长,副校长,各位大家好 我是叫林志豪,其实我都不记得了哪一学毕业 其实他不是毕业了很久,为什么我坐在那里会和他一起分享 可能我对他比较熟悉一些,好像做了你中一、中四、中五的班主任 是,其实做了很多年了 其实是不是他做班主任也好,我都常常找他玩 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介不介意告诉我 我的真英文名叫Lucky 是的 在中学的时候我叫Tommy 我也是比较喜欢叫你林志豪多些 叫Lucky好像不是那么好 因为这个小学改的,小学的时候不懂英文 又不知这个是adjective 改了之后用到现在 可能会令人容易记得的 刚才校长也介绍过,有几位都很有成就的校友 年纪都有差不多的 今天我请过林志豪回来 因为他应该对你们可能会比较贴地些 因为他应该不会带你们很多 因为他好像大学毕业未够两年 年半 是的,大学毕业即是年半的 即是离开大雄应该都是四年半五年左右 那我就不特别详细介绍 我想看一些报纸界 也介绍过林志豪,让大家看看 麻烦 这里应该是第一章的 这个应该是东方日报的介绍 那时候还说你是否拿了Citibank 花旗银行的少年股神的奖学 不是Citibank 那时候是那些 有两个比赛 那时候参加了美股和广股的股票比赛 分别拿了第一和第二名 那些记者就开始找我去做一些访问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目标 股票的心得等等 那时候我也觉得你挺聪明的 那年是年1和2 那年是年3 年3 那已经拿了俗称少年股神 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想着找你 回来和我分享 因为以我所知 很多少年股神 都很大部分 最终失踪了 或者是 或者是输得不知怎样 但是跟着隔了一两年之后 都看到你有些成绩出来了 麻烦可以去第二章slide 这一章slide应该就清楚很多了 第一章slide 那时候林志豪有跟记者说过 希望30岁前 去找到一百万了 年薪 年薪 那现在 第二个报导也说 基层90后 已经差不多找到年薪 但应该现在过 以我所知 过了 是的 那我今天呢 那我今天呢 那我今天说的 就不是特别要 来 和林志豪说 如何去找那一百万 一百万在外国 只是个数字而已 就是读得数多 是的 那我只不过想看一下 心态和你呢 用什么态度 方法 去处理 达到这个目标 那首先我想问问 林志豪先 这篇文章呢 不知道 可能我看不到太细致 说你是slash达人 是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slash 其实我都是几个月前才知道 因为有记者跟我说才知道 是的 其实slash的意思就是 就是伸兼多职 那我现在大概 应该都有五六七个职业 那 报纸都没长裂完 其实 还有比较小的 我没有提到 就是以我所知 如果是属于 他的 就是叫做正职 就是 投资 投资和保险经纪 是吗 投资保险也算的 是的 或者内地公司也算的 我开了两间公司 是的 那他就是 有保险 有投资 还有呢 还有呢 有做呢 都有一个 香港很出名的 美食网站 做食评家的 就是那些美食Blocker 那又 又補充 又有在大陆开 好像两间厂 是吧 是的 开噴息和电盗 那全部这些呢 就好像和你做的主业 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会做到 伴触这么多罩 其实为什么做这么多行业呢 老实说 第一件事就是靠关系 关系 那 例如 举一个例子 我内地开公司 是因为我有一个 游戏玩到大 两三岁开始玩戏 的朋友一起涉 涉及到一些关系 那我们有一些 比较多的客 或者叫无尽的客员 那我们就直接开一间 电道公司 或者去噴息厂 去做这些东西 那其实这一行 其实完全不关系 我们由零知识开始做 但是我们慢慢去学 慢慢去 就是自己由零开始慢慢学起 这样去做到现在 其实 那至今都算成功 那另外一些行业 投资就自己个人兴趣 保险其实呢 是很效关系的 那时候我想着呢 刚入行的时候 想着做不做保险的 因为我其实我不熟悉 这一行 亦都不想做这些东西 因为那时候大学的 都挺负面的 其实 那时候有三个offer 第一个是精算师 第二个是investment analysis 第三个就是保险 那时候又受到一个 幼稚园同学的影响 因为都有联络的 就是我联络的朋友 有幼稚园 小学中学 都有的 大学都有的 那我幼稚园同学 就看到他找到 近七十几万 第一年 那我又想试一下 那我就走进去试一试 这件事 那谁知道 一进去的时候 我在Facebook 说我做这一行 未正式入职的时候 已经有几个同学 或几个朋友 他说 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客 他找你买了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关系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林志豪 那看到你的关系 人制脈絡是重要的 但只不过好像不是每个都一定能帮到你的 有些可能 或者找好处 或者可能 害害你 也不奇怪 至今 还未见到 是的 未见到 那我和朋友 都 我的朋友其实比较真诚相对 我们都说过 信词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我平时做事 没有那么多 花巧的修释词语 我说话也是比较自然 或者直长直逃 所以我的朋友 跟我相处的时候 说话就很自然 没有什么戒心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 那些朋友也会相信我 所以 在信识方面 刚才林志豪说过 他一天会有其中一个提供 就是精算师 不知道同学 知道什么叫精算师 当然精算师 就是要数学很好才能做到 精算师 我相信好像身份地位 等于 我想好像会计师 这样 应该这个和我清楚一点 也算高薪厚职 林志豪说 为什么你那时候 会放弃这些 稳定高薪的职业 去做一个 比较 去不稳定 就是说得逐点 去拼搏的职业 那时候有两个想法 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 保险 其实可以试一试 我只是想试的心态 老实说 因为 这一行 进了去 赚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可能进去之后 没有三个月被人看出来 都不顶 所以 而精算这方面 我现在就算拒绝了offer 也好 我相信我如果有什么事 剩下保险那边的话 我都可以赚得回 所以我就说 不如先试一试 给自己一个时间 一年半 或者一年 试一试 保险这里 我究竟可以赚多少钱 或者可以生存下去 或者适不适合我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 要试了才知道 所以我觉得正常应该要多尝试 看到林志豪 就是肯尝试 你那时候应该抱着不怕输 其实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输 也没有什么可以好输 所以也不怕去试 如果你说要输 那就是时间 明白 但是你怎么也要试了 才知道自己行不行 为什么你那时候 又会由大学开始 投资那么有兴趣呢 有没有说过 投资那么有兴趣 这个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一接触那一刻 我已经觉得很好玩 好像一个游戏 而投资所赚回来的钱 我觉得是一个分数 而 就是这样 我也不太会说 因为这个是很自然很喜欢 纯粹是我兴趣的 明白 还有你又说过了 你做开投资 还有 现在我所知 你的美食团队 就是跟你的那个组织 都是很多人 就是跟你做博客 为什么你会由投资 变到美食 这个又说到 因为我觉得人生有钱之后 通常人不外乎都是吃喝玩乐 那我那个时候 我妈又比较穷 你知道 接着我又想身边的人 过得好一点 我就想说 有这个机会 认识到这个人 其实我也是靠关系 认识到一个人 他可以介绍我 做一个博客 或者做一个中间人 那我就搭了这一行 可以带到身边 例如我家人 我女朋友 甚至乎 我身边的朋友 去吃一些好东西 例如千多元一餐 那些 这些东西 那中间人 他又 有些困难 我觉得可能博客的质量 他又差一点 那我说 不如我成立一个团队去帮他 那之后我现在的博客 就越搞越大 那现在就有很多餐厅 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出去吃 那样 吃到我肚腩都肥了 是的 这个我也跟他吃不少 搞得我减肥也有些困难 你减不了了 那我想说 那就是 林志豪 以我所知 在大陆开厂 很多时候 都听到很多 就是当然有人成功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最后被骗了 或者倒闭 这个你怕不怕 都有考虑过 但是其实这里我用的就是 就是风险分散风险的原理 我放下的钱 其实老实说 只是一部分 又不多 二来我又有合约 三来也是我自小玩到大的 所以都信得过 这方面我不太害怕 因为其实你 试得这件事 就预料会有这个 试钱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 没什么好的 你有没有想到再多开其他厂 甚至不在大陆 去其他地方 有 不过这个都 我打算买了房子 可能要 我打算之后 可能有机会 就会发展一下不同的行业 去试一下自己不同的兴趣 对 但是没决定做什么行业 就是看到你就是 不断地去密释机会 去争取一些发展的机会 可以接着就慢慢试试 尝试去 对 其实最重要是试不同的东西 就像在座学生那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场 你要试不同的东西 才可以知道 哪些范畴你会特别出色 我想说 现在我认识一些 很多旧生的朋友 都做保险 就是他们那把口 就像浪过油那样 树上的小孩都可以哄下来 以我所知 你讲话 跟人沟通 不是这一类人 为什么 你暂时到现在 你做保险都挺成功 还找到很多大客人 我做保险 完全没有什么销售 其实我是怎么去做 因为我本来是计数 计数的人 我就把保险 转很多法律 怎样去形容 例如举个例子 人寿原来买了之后 是不计算在父母的身家里面 所以如果大陆有些人 想防止离婚 分了一半身家的话 入了保险里面 在法律上是分不到的 我会做很多这样的形容 当然不止这个 会有很多这类 我就走这些应用的路线 就是比较分析型 因为始终我又不懂得说话 但我以我所知 你呢 是什么态度 会令客人那么信任你呢 其实好像刚才这样讲过 也有的了 因为其实最重要 有两件事 我猜第一件事 就是别人交代 我答应了做的事 我就一定会做好 那这个是关于责任感的问题 第二件事 就是我本身的性格 或者沟通 就真的比较直 和自然 对方也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戒心 也很信任 所以信字也是很重要 就是看到责任感 就是出来读书 做事都很重要 那林志豪我看到你呢 都很成功一下 对啊 那我就想说回你以前了 就是不要太介意了 就是现在 在现在 香港现代的数学 整天都说要 赢在起跑线上 就是如果是起跑线上呢 林志豪你应该在输 九十几这条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好像你是 小学四年班 才在大陆来香港 就是 还有呢 那时候应该是英文 都不懂得多一只 就是二十六字母 都存不完 我记得方文那时候 老实说我中六年 How you 都不知道 是 那时候还说 好像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文 还有 你中四 不是小四 一落到来之后 就是不要介入 就是你爸爸 就跟着没多久就走了 是 就是跟你妈妈 就相依为名 就 就是住在一些 深水煲的劏房里 那时候有些劏房 那时候有些劏房 我妈月入的时候 六千元 三千元就去房租 剩下三千元就 生活 就是现在连着 学费等等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 什么资源都没有 就是看到你当年 是很艰难的 是 我妈妈很艰难 那你那时候是 什么心态地读书呢 那时候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 唯独 Focus是英文问题 我觉得 因为英文真的追不到 那时候 其实 也有个心去追 可惜就是 老师也会很帮我 但是 自己没有了方法去追 最后 最后去到差不多 中六中七的时候 那时候 我才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自己去学 由小一到中学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 我看完一本书 然后就突然间 叮一声 开窍了 英文原来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我用了三个月时间 就学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其实英文学的东西 真的不多 所以最重要的是 真的试一试 因为我记得 林志祖这样说 就好像三年两月 其实 如果以我所知 我记得 由 Form 1 我都看到你数学 应该比较好的 应该也有机会 入到大学 只不过真的 远环就特别差 特别是英文 我记得由中1 就提到你中7 是吧 中5 就勉强 英文过了骨 就升到中6、7 现在DSE的同学 就不知道 中5考完 再升到中7 但去到中7 最后 你也好像不合格了 是吧 接着要去 未必一下 就升到大学 要读高级文憑 之类 最后转回大学 之后再考 再考一年高校 再上 中间看到你 学英文真的很困难 为什么你最后 中途都没有放弃 为什么没有放弃 因为 那时候我在想 就是 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我在想 因为家人 其实用了很多钱 去 或者有些期待 在我身上 我觉得 没有理由 被一科英文拖到这样 那就自己去学 去试 很不甘心 接着 最后 又觉得英文 又叮一声 又这么简单 其他科 一直都很直上 那时候 最简单 就是 全家研导师教我化学 我去到 会考的时候 Session B 就是最后的 长题目 有三题英文都不懂解释 所以我全都空了 当然 你当然跟你说了 对不起 所以 看到英文 也会有大影响 但是看到你 都没有 放弃 就是 自己知习 都肯定 试不同的方法 试到自己正好为止 最重要 我觉得 其实 无论多迟 或者多迟 或多迟 心脱 最要 肯试 就是 要去学 去试 而且現在要我所知,你英文也很流利 因為你家公司大多數都是外國人 因為那時候實習去了國際公司做的 國際公司的時候整個部門都是外國人 我進去,即是我的主管是德國人 進去就被迫要趕著英文 所以那時候英文突然間厲害了很多 而且主管也很照顧我 因為他經常要我每個星期去訊息 訊息給整個部門聽,其實很大壓力 你當時有沒有想到放棄呢? 我不做了 沒有,其實沒有這個選擇 有些會不會怕害羞? 不會,不會 其實說錯就說錯了 說得不好或說錯,沒什麼 最重要是他們又會給我意見 我又可以繼續改善 就是這樣 我看到現在你英文比以前好很多 上次我和你去吃的高級餐廳 一邊吃的部長,一邊介紹都是全程英文 我看你都很對答如流 是啊 基本英文可以 中間有很多食物詞 我也不知道什麼 那時候回那個實習 頭一個星期完全聽不明白 那些德國人的英文口音 什麼都聽不明白 我完全做了手語都不明白 那我就看到林志豪真的肯知道英文 我想可能在座各位同學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甚至乎跟他的處境差不多 都是可能中間在小學或中學 在中國大陸下來 英文可能比較弱些 但是都試一下不要放棄 好像林志豪那樣 真的有個版給你看到是可以學得好的 那我又想問問你了 林志豪現在你呢 因為時間有限 那你現在做這份工 因為很多是投資 那些很多 會對這個市場分析 都會看多了很多報告 甚至很多時候會知人一報 那我想問你有沒有建議給同學 即是分享給一些師弟師妹 即是有東西介紹給他們 現在將來的趨勢會做什麼工作 可能會適應這個社會的發展呢 其實我們 我這裡也算是雙科 我們的教授都有教 就是說 我也一致認為 就是千萬不要做一些容易被電腦取代的工作 因為這個 現在科技只會不停地更新 慢慢淘汰一些會電腦可以取代到的 一些工作的人 那 就是 所以要發展自己一些特別的專長 我覺得 嗯 即是等於你有個投資技巧 或者跟人溝通的技巧 人際網絡 這個 電腦取締不到 是嗎 是 是 那又想再說深入一點 即是呢 除了好像剛才是工種 不要被電腦取締 因為現在的AI很厲害 我知道 那如果出來工作或者讀書 可不可以最後跟同學分享一下 或者訓練一下 用什麼態度去工作或者讀書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先不要怕失敗 好像剛才這樣 老實說 英文說錯了就說錯了 沒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就是肯學 不要怕失敗 因為每一次失敗 其實就會學到一樣 即是可以令到別人進步 因為我每逢我失敗了的話 即是代表有些東西我不懂 我斟著那個東西學了它 下一次我就更厲害了 我對失敗的看法是這樣 第二就是要多做嘗試 因為老實說我學英文 可能我是看一半gram的 那就已經搞定了 但是可能其他人的擅長的位置 不在這裡 可能他要聽歌或者要看電影 你要自己試不同的東西 你才會學到一些 就是可以學到你自己對的方法 好了 跟著 還有盡量不要小看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要發力就不要說遲 其實如果你現在開始發力的話 隨時都可以追得上 我之前無論上班 那些名校學校的老師 甚至乎教授都說的 名校生和我們 即是非名校生的分別 在哪裡呢 其實只不過是欠英文 IQ上各樣東西 學習能力都不代表他們會高過我們 我們隨時都可以超越他們 這個就是我現在總結回來的東西 謝謝 都看過你超越了很多名校生 如果我知道 這樣就行 簡單總結 就是林志豪哥哥 就是希望同學 不要怕失敗 還有要多嘗試 試過這個不行 試過那個 包括讀書出來做事也好 試是很重要的 你試都不試的 就是 你不知道會有什麼成果 最後就不要小看自己 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或者家庭環境 又或者起跑線 什麼都好 是比較人低 但是呢 只要你肯追 其實呢 贏在喜包線 我不相信這些 就是呢 至少是贏在終點線 就是林志豪現在應該都未到終點 就是中途站 應該他還有很多終點 會去 現在都起碼都比很多 明孝生那些 是有出色的成果 好了 那時間都 差不多 最後呢 你有什麼想說 那位同學呢 現在暫時延伸一百萬 找來 遲些再延伸一億 再請你回來 對 以我所知應該都 並非沒有可能 沒有問題 最後有什麼要提 其實剛才都提了七七八八的 都是那三樣東西 就是大家 最重要就是說 尤其現在中五中六的學生 準備準備 DSE 中四中五 那些呢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老實說 一年時間就已經夠追到 差不多Lv5或以上 以我所知 因為我都教了差不多八年補習 對 我有很多學生都是一年聚的 我甚至乎有一個學生是 曾經拿了U的 就是他自己拿了U 拿了U 然後再重複 再讀 他一年內將Mess 就是找了補習 跟著我們一年內 他自己很努力 學完之後 他又拿了一個五星回來 沒有五星星 但是他自己都很開心 對 那時候他跳了起來 對 這樣 好了 那很多謝林主任 我希望同學呢 中間可以有得著 希望 將來應該輪到 同學 若干年後 或五、三、五、七年 到你可以上台 又跟師弟妹分享 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這樣呢 林志豪都會 待會再跟 一批同學 十個左右的同學 再會小組分享的 那麼 待會那批同學呢 記得去四、零、五、七年 對 拜拜 我又在這裡 今天很感謝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you 謝謝大家 還差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